唐爆梯涉卡義密基電署網頁不交代 明報專訊,近年香港多次發生扶手電梯自炒爆利事件 最近一次是8月2日在銅鑼灣時代廣場 港鐵亦曾發生訴訟中爆利事故 均稱是因為義密卡入扶手電梯引起 不過,根據基電工程署的做法 義密卡入梭此版人治爆利事故 會被界定為外來因素引發的事故 不會在政府網頁交代事故長情和攝事故的維修保養 公司基電署回復本部查詢時表示 去年8月1日至今年7月31日 基電署接獲15宗義密卡入扶手電梯的事故 港鐵亦推行理應而車搭近年發生的多中梯板爆利事故 包括去年3月港鐵旺角站往朗豪方的扶手電梯 去年5月黃大仙站扶手電梯 今年6月6日收機灣站扶手電梯 以及今年8月2日時代 在廣場扶手電梯其中旺角和黃大仙的事故 基電署的解釋是 分別因細小金屬及膠鞋卡入梭此版引起 港鐵清梢機灣事故是因有膠輪卡入扶手梯 以及港鐵呼籲 帶同有輪行理或應而車的乘客 應改為使用升降機機電署在網頁 扶手電梯事故分三個類別 分別是乘客不小心使用 基建故障及外來因素 只有基建故障一項會列出成建商 名稱地點及事故性質 涉及外密卡入引起的自炒爆 歷史故則列為外來因素 不會公布相關情況今年1至6月的外來因素有32宗 去年有109宗